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男足 3月23号北京时间的下午14点 就是明天下午的14点 中国男足将会迎来2023年之后的第一场正式国际比赛 我们的对手将会是新西兰队 虽然这仅仅是一场热身赛 但是也是会有比较大的气氛的 因为这是在国际足联颁布的国家队比赛日 举行的热身赛 所以级别还是非常高的 目前中国男足已经是抵达了新西兰进行训练 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场比赛的确是引人关注 一方面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这是今年中国男足第一场的正式比赛 另一方面杨科威奇在接手中国男足之后 这也是他上任之后的首场比赛 肯定都是希望能够交出一个非常好的答卷出来 这场比赛的话 球迷的关注度自然不会低 也有不少球迷在看 中央电视台会不会对这场比赛进行转播呢 那我们也看到在中央电视台 已经是公布了明天所有的比赛转播计划 目前并没有转播这场比赛的信息 所以说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不能够通过央视来观看这场比赛 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 那么在明天下午就是在中国队跟新西兰踢比赛的这个时间段 其实央视的主频道是安排了一个比赛的录像 是这个乒乓球大满贯的比赛录像 像这种比赛录像可以随时取消 也许会在比赛的前一刻迎来转机也不一定 不过看到中央电视台不去转播这场比赛 球迷们倒是拍手称快 因为很多球迷就觉得 这个央视对于中国南宿来说 简直就是藏门心 因为他一旦直播中国南宿的比赛 中国南宿踢的往往是非常差 比如说这个之前的湿域赛 中国就踢的非常的糟糕 而央视选择不去直播的一些比赛 反而中国南宿能够有一定的好的发挥 比如说咱们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 U20南宿亚洲杯上 中国的小伙子们踢的就非常不错 小组在跟日本跟沙特两个夺冠热门 分在一组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以小组第二出现了 并且跟韩国队的比赛当中 常规时间踢到1比1 在加世赛体力不支才被对手连进两球 最终1比3出局的 那这些中国南宿踢的非常不错的比赛 央视一场都没有转播 所以现在似乎形成了一种大概率的规律 就是中央电视台只要是转播中国 南宿的比赛 我们不仅比赛很难赢 而且踢的场面是比较差 像类似于去年的试育赛 像什么0比3输澳大利亚 包括1比3输给越南这种比赛 都是在央视的屏幕上呈现给大家的 一旦央视选择不转播 男足似乎就能够踢出好的比赛 那么这场与新西兰的比赛 中央电视台如果不转播的话 那中国队会不会踢的比较好呢 其实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想法吧 只能是球迷自嘲或者说是自娱自乐的一些茶余饭 或的话题啊 真正想要踢出好的比赛 还是需要场上球员去进行努力的 安科维基这次也是招入了非常多优秀的球员 能够来到国家队销利跟之前 李铁也好 李肖鹏也好 他们所指教的国家队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其实就本性上来说 即便是有不少球迷去调侃中央电视台 不要去直播中国南苏的比赛 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 还是希望能够在电视屏幕上 看到国足的表现的 真正去喜欢和关心中国足球的球迷 输了的时候他们会骂 但是每一次中国足球 再去踢任何国家队比赛的时候 那每一个关心 真正喜欢中国足球的球迷 都还是希望中国队能够踢出好的比赛 赢下比赛的 这个是真球迷的共识 毕竟中国南族 他就算踢的再差 他也是我们中国真球迷唯一的主队